哈囉大家好,歡迎到YA Diary 各位還記得嗎,我們先前有兩次的直播 是奮力又快樂的完成了 Maluko小畫室的小拼圖系列 這剛開始的時候呢,我其實是只有購買一個系列的 那沒有想到啊,在各位的盛情之下變成這樣子 Maluko小畫室的拼圖大全套來啦 我們來看到啊,這個是Maluko小畫室和拼圖總動員的聯名系列 那一共呢,是有四個系列 然後16款的70片小拼圖 那我們拼好之後呢,它的尺寸就是明信片大小的 那我們就立刻來看一下,它們有什麼樣子的內容吧 首先我們來看到的是,茶茶與可可的咖啡系列 那我個人會定義這個系列是一個悠閒的午後時光 從畫面的內容調性,還有整體的配色來看啊 就很像是溫暖的小動物們,邀請你一同參加聊天聚會一樣 那我們的拼圖策略呢,都是要先拼出邊框 來看到成品們,這兩款橫的是茶茶吃茶店,還有可可烘焙方 我喜歡烘焙方裡面啊,可口又沒有葡萄乾的餅乾 那吃茶店裡面的話,用三明治和鬆餅打造的桌子吸引了我的目光 那咖啡時光還有歡迎光臨,都有一種悠閒感 那因為歡迎光臨的角色有和我打招呼 所以我比較偏愛它 再來呢,我們要看到的是,櫻花約會系列囉 那這個系列裡面,它的四款拼圖啊,全部都是橫向展現的 整體配色啊,都非常的粉嫩、優雅、浪漫 這樣的調性,加上櫻花還有日系元素,真的非常吸引我耶 不過先前直播啊,我們採取四盒混拼嘛 那同款的色系啊,真的是差點要了我的老命耶 好,首先我們看到櫻花樹下和小櫻野餐 都是有三個主角在畫面裡面遊玩 最讓我驚人的地方呢,是他們吃的食物 真的就像屍體的日式點心一樣哦,非常的精緻 那螺螢繽紛,是我之前就很喜歡的打傘小貓 在鳥居前面拍照,讓各位體會京都旅遊的美好 那至於櫻花約會呢,在富水山前面散步的卡普 把浪漫的氛圍升到最高點 真的是充滿了粉紅泡泡的一組耶 再來邀請貓奴們看過來啦 第三個系列呢,是這個小貓花園系列 它全部都是直式的拼圖呈現 這些貓咪啊,我在拼的過程是覺得說 咦,怎麼看起來這麼和善呢? 那因為這個系列的主題啊,是以花園為主的 所以可以發現,他們的畫面營造都是晴天 而且是綠意盎然,充滿原意氣氛的場景 小貓花園這種花團緊吐的感覺 就像是他們幾位真的是有好好照顧花園哦 那小貓直在的黑貓,是這個系列裡面比較明顯的存在 這邊還有邪貓也可愛透咯 再來,小貓庭園裡面有小狗和小兔子 不曉得是不是茶茶還有可可呢? 至於這個系列啊,我最喜歡的是小貓花方了 原因很簡單,就是又可愛之外呢 還有必備的美好玉金香 我給過 最後呢,是刺蝟不屋系列 那我們前面看到很多都是戶外的場景 現在呢,就和它一起回家啦 在拼的過程裡面呢,我想說小刺蝟在家裡面可以做什麼事情 這邊呢,給了我們不少的想像性哦 有一種一起參與他們生活的感覺 仔細來看到小刺蝟的生活細節 刺蝟廚房,就是可以烹飪一些家養點心 再來看刺蝟無叉,可以在房間裡面悠閒一下 小細節可以看到旁邊的掛布還有手擺設啊 都有很多它自己的存在 那把一天的事情忙完之後呢 可以到刺蝟澡堂,拿一個小刷子刷自己 連腳踏地都踏形象耶 這些物件喔,以前也有在絕膠袋裡面看過 那最後的最後呢,能看到的是刺蝟夢境 忙了一天也該睡了吧 這也是全系列裡面,唯一的夜晚景象 那同樣的啊,這間房間從吊燈、拖鞋、擺設 都是什麼的,都是走一個可愛刺蝟崩 整體來看呢,每一個系列的不同主題呢 它的圖樣都非常的精緻 而且它這一盒裡面就只有70片 優點是你可以很快的把它拼完 當成一種悠閒的放鬆小物 不過呢,也正因為如此 所以有一些圖案它的細節就沒有辦法非常精密的呈現 那我們期待未來可以有更多類型 或是更多片的拼圖來選擇啦 然後你看,你不小心 那些劇情在拍到的 我拍了嗎? 那我自己開鎖 不然要過嗎? 卡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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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吵 再來邀請貓弩呢 好啦,以上是Maleko小畫室的小拼圖全系列開箱啦 不曉得這16款的拼圖裡面,你最喜歡哪一樣呢? 歡迎留言分享你的喜歡給我們喔! 那如果你想混拼的話,也歡迎挑戰!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啦,掰掰!